等一下 我在这 谁啊 这是谁啊 我我我 这个 牛牛牛牛 今天谁出来 还是给他抓住啊 哎呀 哈哈哈 马破坚 煮火焰 什么龟 可烟龟 求求求求求 愿有头战有主 是他的 就她们的几个什么小光头 她们过来了 不不不 突突突突突 我们打不过她们这么多人吧 人过去抓她们了 忙活进入故里归 大波浪 在这呢 大刀疤 大眼睛 大波浪 大波浪 大光头 大波浪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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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哪 来我们唱歌给自己笑上咱吧 I B C D E F C 为什么唱这种歌 我看到了 在这 有人 我看到了 在这 忙活进入 火焰 无可奈何 说的啥呀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地水者 目里 心悦之夜 什么之夜啊 心悦之夜 哎哎哎 那还有一 哇 那有两 真的真的真的 我只看到一个人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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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 那 哎 哎 这还要有 还一会儿可能会过来 就再切脸开大了要一会儿 哎呀我的天呐 谁摸我 谁摸我 啊 谁摸我 我 不是你 谁啊 有人摸我脸 没摸脸 真的假的 真的 啊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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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挨住他 谁 这个 挨住他 刺大 挨住我 挨住 别 别挨我 好 刺大 什么东西啊 你们在抓什么东西 抓什么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节啊 他咬我 大刀吧 大波浪 在哪儿 大光头 大光头 大波浪 大红尘 大屋子 你在哪儿 大眼睛 你在哪儿 大眼睛 开啥 大天 开了 一片狼藉 有意思 有意思 不是 我给谁听清楚刚刚讲啥的 大眼睛 小光头 还有那些什么 盲火街 那个烛火夜 黑灯的时候出来的那几个人 是谁啊 我们一个月来啊 嗯 首先呢 先打开我们王宝杰的小车 先看这个吧 选王终结者计划 这这托你写给托马斯的 哎托马斯 这个本子送给你 下面这个题的答案 就是我欠你的钱数 我还把它设置成了 公文包密码了 下面有一道题 是不是那个的包的密码 这谁的包这是 上面有锁 谁算数题好 赶紧记得点 数学 忙活街有六百人 四百二十人会游泳 四百六十人会骑车 五百人会溜冰 五百五十个人会打羽毛球 至少有多少人四项都会 这是个算术题 对 那就是就是最少的那个呀 会游泳的那个数量吗 四二零那你试一下吧 我觉得就最少的呀 四二零 对不对 不对 想想啊 至少有多少人是四项 四项 四项会 六百人对不对 我找了个笔 可以拿这个算 ok 哈哈哈 音乐 咱要不然坐下算算 你挺会安排 就让你们站到你 这又要站要蹲呢 我回来 来啊 快算数学啊 有对思考 小杀手 来 数学 上一期的数学达人来 你是数学达人啊 试一试我这数字对不对呗 什么数字 你这数字多少 150 290 300 470 600减掉470 130 130 试试 130 130打开了 130打开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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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这是什么 你做一遍你的解题方式 你看六百 是不是六百是总数吗 对 550个会 那就说明有50个不会 对减去50个 减去100个不会滑冰的 减去140个 不会骑车这是 再减去180个 不会游泳的 600 减去这一个整数 等于130 对就对了 就对了啊 快乐 快乐 就是把不会的都减去 是是是 就就就对了 快乐 快乐 你给你拿过去 他不再给我们摆好椅子了吗 我们上那边去 走 嗯 光红包里是啥 一个环传 通告 据了解本公司的 4444号船进入无可奈何之后 于1988年2月7日10点遭遇风暴彻底失联 船体 级全员下落不明 粉丝将尽快公布所有失踪者的名单 哎呦 可以忙我 44号船 是你的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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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是 真假的 啊 你不会是 失踪之后穿越过来的 X吧 这是2月7号 11点下的通告 下面有个词叫做大波浪 大红裙 大刀疤 大物质 大光头 大眼睛 这几个人怎么回事 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 难道在周日上了这艘船 所以失踪了 这几个人估计是上了这 这一艘 44号船 4号船 对 一共几个人 123456 六个人 就是我们六个 我们俩已经死了 失踪了 哎 有可能 我们六个 谁脸上有雾的 你吗 我也有 对不起 我也有 我也有雾的 我这也有一个 大波浪知道了 大光头起 不是 不可能是我们几个 不可能啊 我刚才那个在他那个垃圾袋里边 一个红色袋子里 这是全部的征据啊 这个是那个什么专钉皮鞋 和专钉自行车的 是你 是搞我的是吧 其实我的运气特别不好 我感觉有人在搞我 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的鞋子跟我的自行设计 一起搞坏的 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 也是有人要嫁祸 我把这些真的的东西贴在我那个照片 当时的这个样品 是有人把我骗了 害得我去把这个样品买回来了 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有人在诬陷你 丁达卡 他已经收到了这一千 你是付款人 而且他有这个回职 说明你给的他就是一千 他本来要报的是一千块钱 但是我也不小心 就多给他算这个零 我给他报了一万 就算错账了 然后要不回这笔钱 巴姐 这有人让你以为你给了一万 就让你要承担公司的损失 我们都被搞了吗 你这个垃圾送哪拿的呢 哎呀 其实本来是做好事不留名 我不想说这个事 但是我现在必须得把它说了 说吧 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用我的手段 来帮你们 因为我们公司它为了保证 我们公司在行业内 一直处在这个顶尖的状态 所以他用这个制度弄得你不得不卷 压榨我们 我看着你们还在执迷不务 所以我心疼你们 我写信给你们 你们都没拆 对吧 所以我后来 我第一个帮的就是他 因为他咱们都知道 因为他咱们都知道 每天都不是去考证 就是在考证的路上 那你太厉害了 各种各样的证 全部基本上考完了 太远了 所以我那天其实是在周四上午 我就趁着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给他偷了 偷了之后呢 我就拿回去模仿了他的笔记 把你的那个底单整个我都给你改了 本来是你签 我给他改成了一万 你怎么帮我了呢 我就想造成你自己失误 多发钱给人家 你作为一个财务 这是你的重大失误 你这样的话 你的公司就待不下去 肯定公司要把你开了 开了之后你就轻松了 什么鬼逻辑 完了小贺更是更是如此 他原来骑的自行车 他能跑十公里 他穿着鞋 他帮人客户去接孩子这些 跟人客户就拉紧关系 太远了 所以我把你自行车的车胎给你扎了 我还把他的那个鞋上面 给他钉上钉子 就是不希望你再出去到处跑 你这理由 你也是一样的 那个白买 我也希望你被开掉 跟我玩这一套 对 我也希望你被优化了 然后呢 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一起 在楼顶上 躺在躺椅上 看星期 看星期 我确实是想做好事 你这个表面说不为人家好 实际上在害人家 你知道吗 做的事情都不啥好事 他的逻辑是让我们别卷了 就是因为公司里边 都是卷王死的 我当时一看 这个卷王真的不能再当 你们如果下下这么卷下去 你们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个本刚才我们没看 这本里边 这是托尼送给托马斯的本子吗 你见过这个本对不对 我见过 我这个是在托马斯 托马斯办公室 去办公室 然后你给他打走了 因为公司里边 周三周四的时候 死人了 入居室去死人了 死人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事部门 他那可能小报告是最多的 我心想能不能找点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我得借着打扫 我就到他办公室那去了 结果后来我发现 他柜子全都锁了 全锁得结结实实的 结果我没想到他那个柜子 我从底下很顺当地就把他那个板 给他拆下来 抽开 抽开了之后 就发现了这个玩意 就发现了这个玩意 它里边有内容的 明天是周六了 只剩两天了 不如找个机会把剩下的绝王一次性解决 这个第一张是我 周六晚上你完了 就是我们那个勾力度 死亡比进 等一下 看看就是看看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应该还有个问题 就是 明天是周六了 只剩两天了 不如找个机会 把剩下的绝王一次性解决吗 那就是周日之前 他要把我们搞死 因为明天是周六 只剩两天了 两天之内我杀你 我周六周日杀都可以 但是这个周日是个节点 他为什么要在周日之前杀 这是一个疑问吗 还有一个点 其实医生没问 你去冰库干啥呢 看来只能明天上午九点 趁冷库开门的时候 抓紧去把我的公牌找回来 我第二天就去了那个冷库 好巧不巧 老王去了 我就认为是老王写的这个纸是老王杀这三个人 另外一个人也进去了 那就是托马斯 我其实当时我是想确认一下 托马斯他是不是这个卷王终结者 这个就是我就是看了这个我就想应该在明天早上九点之前就能确定 是谁 托马斯究竟是不是 我在里边等啊 然后我就看见托马斯来了 来了之后就把这公牌捡走了 我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就肯定是他 他就是卷王终结者 所以我得赶紧阻止他 所以我得赶紧阻止他 他想杀了他保我们 就想弄死他吧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到 那个我们的办公区域去看看 可以啊 好不好 也分别看看你们桌上这些小杀手们 还有没有什么证据 小杀手 走呗 走